用拉塞尔巴村磊雷迪斯和29年首轮换回哈等啊 就一个首轮 雷迪斯没有用 这玩意儿往外甩 基本上甩不足息 忽然要雷迪斯其实一点做没有 他是个啥呀 就会有点防守 而且防守据说高阶数据各方面也不能佐证 他防守端有效的贡献 巴村磊当然是有价值 拉塞尔但拉塞尔没啥价值啊 因为拉塞尔如果鸟杏换胖换成哈等的话 绝对是超级不强 至于说损失个巴村磊呢 也就是相当于胡人队将对内的有效资产 从巴村磊换成了詹姆斯哈等了 额外付出一个29年区区一个手轮而已 赞尔长肯定合适啊 而且有了哈等呢 那詹姆斯即便说偶尔休战的话 也不在话下呀 胡人队呢 完全可以靠剩余的牌面和阵容去打天下 尤其农维格他和詹姆斯 他俩本身出战平次这方面 他其实都是有很大隐患的 引进一个哈等之后呢 能够最大程度的让胡人队啊 在打季后赛之前 保持具备那样一种非常可靠的 季后赛基建对位的排序资格 有哈能来对于胡人来说 是具备战略意义的演员 尤其你要是打到季后赛啊 因为篮球比赛就这样 总共各场上摆的就是五个人啊 五个人 那你每一个人 如果说你能力操群的话 对于球队 他的影响都是自在改变 所以为什么联系当中 基本上有球队 如果说你能够触及到三巨头的话 没有人会放弃这种机会 张若同志强 为什么引进霍尔迪啊 引进波尔金迪斯 鸟枪换炮嘛 这个是具备战略意义 尤其救赛基点 往往拼的 就是单兵 到底你有多强的数字 而不是阵容神度 神度也就那么回事 因为你打击哑了 你放出五个最好死的 那如果说人家这五个 各顶各 每一个都是超级明星的话 那当然人家强了 你在关键时刻 你就拿捏不住比赛啊 所以胡人要是仅仅付出一个 也就八车雷有价值 二十九年首轮 那有没有价值 谁知道呢 当然一个首轮权 权权权 后来哈当也是划算的 主要筹码就是一个八车雷 拉瑟尔和雷迪斯 根本就是不值钱 他俩没啥用 那就换走吧 这么换肯定行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